赤立堅对于美国现在的小动作删除了这个内容 就是说重要的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已经不再出现了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 我简单说一句解释回赤立堅说一句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美国会引火烧身 其实我说一下已经是引火焚身 为什么呢?我正在和大家谈论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原本的基础是一个中国 现在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一个美国 就是说由一个美国去做事 不过它后面衍生出来的对台的六项保证来说 是已经将大家的协议完全逃空了 另外有很多模糊的空间解释概念 包括就是对于向台售武这些这样的方便 这个是没有终止日期的 亦都是不需要得理中国批准 美国会直接和台湾做这个军事 因为虽然是美台转交 但是美国说我根据台湾法 我依然保持对台湾的关系 这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条约 什么三个公布这些所谓的协议 无需要再说了 这是一个美国 一个美国的演绎 所以 亦都是 美国只是说一样东西 我是没有对这个的 台湾主权有什么立场的改变 没有 我对一中一台 也都不会做这件事 我只能是一个中国 不过这就是口讲 就是陆续 就会有很多东西出来 那我们不如就是轻松一下 继续很出来的东西就是 令到你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那一杰 你想看这些 来源就是周星驰那部戏 就叫做这个和张曼玉 那部戏 那部戏 我忘记了什么戏 找到这个 很灰崖 就是说你继续会有很多 你意不意外 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就叫台湾 对吧 就是说更加多的 这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演绎 美国会越切香菜 越切越薄 越切越薄 越穿越白 越切越近 但是我为什么说 这件事会引火焚身呢 这件事就 是根据 大概是70年代 这个是促成中美关系的 美国前总统 李克逊 所提出的启示 李克逊有本书叫《Victory Without War》 这本书就解释到 当时未来 美国国际的关系如何发展 如何继续和 不同的国家周旋 其中一件事就说 要打赢一场仗 这场仗不需要开战的话 最重要尤其是对付中国这个伟大民族 也想着刺意復径的国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想打赢它的话 简单 就使得整个民族 不相信自己的文化 不相信自己的历史 不相信自己的使命 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復径 而是投射到 所谓盲目追随的所谓 所谓的近代性 由西方 集团 提出的所谓的 标准模式 大家很清楚 《Victory Without War》 你这个设计 已经完全失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搞一个美国 我们的国家 我想香港人开始都 漸易省 所谓的国际霸权 其实就等于国际别墜 怎么信服呢 当你不能够 以不战而胜 当你不能够说服 14亿 的中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投向西方的 价值观 不是像我们上一代 所谓的大宪章 国会选举 是保障民主 保障国家富强 报说 完全不是在于政治文化 而是在于 经济 工业化 以及 美西方的殖民量 这个应该很清楚 尤其是国内很清楚 我不知道香港 还是不是很多人 根据这些 舊东西 就觉得 如果 有这个宪章 保证 有这个 选举 所以 同时中国就会更加把做好富强 我想 香港应该都应该要越来越少 信奉这些 所谓 西方精神主义 所以说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结果就像周星馳 你会遇到一个 非常之恶劣的悲剧收场 你看到一个不是张曼玉 而是一个阿沈 你的 你的想法将会落空 所以引火焚身的意思 就说 当整个中华民族 14亿 或者大部分 我不能够 就是 说了 很多都用了工资 很多这些 精神西方者 当 全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对美国产生 这个互感 对美西方不再信任的时候 我想 美国 西方 会寸道难行 也都米洗之意 会对 我们国家 有任何的一个威胁 因为主要的威胁来源 就是在乎 尼克尚说 要打败中国 要令到他的民族 令到他的 新一代 不再信任 不再相信他们的国家 不过美国 如果这样反其道 越做就越出位 越做越问你意不意外 就问台湾你开不开心 真是灰鞋 结果 只是会回到台湾 好像很开心 说到台湾不是很开心的事 最近 起了一个所谓的 防疫问题方面 西方媒体就发行这个功力 大肆推虚 就是说这个 上海 抗疫不行 很多人没有自由 很多人就失够 就是 因为这个拖延 就是因为有些问题 送不到 这个 適时的护理 很多人 供应不了 好了 炒完上海之后 上海疫情稍为稳定 现在去 炒这个北京 所谓这个美国之音 德国之声 这个BBC 文章都说 这个动态清零 应该要收瓶的 为什么不收瓶 因为习近平 好大起缸 习近平打算 将他 这个叫政治堵住 说来说去 清零是不行的 不行 没有人说清零 我们动态清零 就是说我们迅速发现这个病源 迅速堵截 还有我们采取一个 截留的措施 这件事情 你不跟不紧 你不要去歪谷事实 歪谷事实也不要紧 你不要每天都在说 如果你 台湾 你觉得美国 美国的企业将会 顶你不信的 我们全部会撤走 因为你的抗力是非常之 野蠻和粗造 好了 这个世界有什么 地方可以反证 我们中国的模式 是正确的 好了 出场的就是台湾 之前 台湾是变成 又是普世纪录 他那个的 确诊 那个 人数 已经超过南韩 超过美国 就是又是拿冠军 本来 我们看回 这个又不是周星辰 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这个就是苏貞昌 我想问你意不意外 苏貞昌之前他说 台湾的防疫是举世青赞 你开不开心 现在是 7日 有50万的台湾 确诊 你开心不离 因为很严重 一件事就是 原来你 在那个轻松的 宽松的一个防疫 和那个没有准备 打空枪 的一个防疫的态度 以政治行先的 所谓抗疫政策的话 你就累死阿坚 阿坚就是代表普通 平民百姓 因为 来自这个 德国之星 很罕有地 报道了一些 不同 中国模式 相关 但是在一个反变教材 以台湾来做 例子 他就说 亚东医学 亚东医院的院长 邮冠明 就在几天前 在一个防疫新闻 表示 现在很惨 就是差不多 他们的医疗系统 是会 受到很大的压迫 急症的人数 超过百倍 因为为什么 飙升了几万 可能有几百 几百 可能几十几十 都变成几万 可能说 如果你不是有效用制 你不是动态清零 你不是绝早 搞定这个源头 走到吹哲 我就不会这个封城 我不会学上海 跨着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现在就真的 开不开心 意不意外 开心不离的就是说 现在台大急症是要两名的医护人员 负责一百个病人 台大医院就立刻说 回应说这个不能够接受 不过 其实现在目前都是 一个人 就是负责六至七名的病患者 都可以 即是 还是打 开始 扯皮 还在那里 但是很明显就是说 台湾现在这个 苏貞昌之前说的 所谓受举制清占的一个 防疫的措施是破防 现在就不单 你送去急症那里有问题 不单 医疗机制有问题 整个台湾 包括 你没有事没有干的人 你要正常发工人 也有事 因为你要快筛 就是所谓的 发送检测 你买不到那些发送检测包 排队也买不到 排队就是说 个个都发送猛烦 你排队你要快筛才可以上班 一来贵 二来 快筛就是所谓的台湾 快筛就是我们的发送检测 排队排到你已经是 没有办法 可以忍受 不过呢 现在 有人出来就帮到忙了 这位 就 听说是台湾的水军 Mr. 柯鹤先生 1450 1450就是代表这个 绿营养的 所谓的网络打手 他出了一个 就说 你不要再来抱怨 买不到什么 发送 确诊包 现在台湾是喜欢排队的 你看看 去年 日兰拉面开幕的时候 有人早六十个小时之前 去排队 因为头三名可以 获一碗 一兰拉面 免费赠送 六十个小时你都排了 什么问题呢 另外又说 排电信499吃到饱 不知道什么来的 这个可能是 你看到人龙 总之有好处 还有 台湾人 真是 在 灭日 嬌阳之下 排队买蛋黄酥 接着 结论 为什么不能忍受 买个快篩 这就是非常凉薄 于是 如果反映到 台湾的民怨 和矛盾 已经出现 整件事 我想 长话短说 真是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如果你 不是 坚持一个动态清零 是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你的惊喜 一定是你的医疗体制 将会 压跨 这个才是重要 随着你重症 或者失救的人 死亡都会提高的话 这个就是所谓叫做 并非人民至上的原则 开不开心 排队买快策都不重要 都买不到 怎么开心 怎么开工 整天美国就拿个原则 就说 你现在动态清零 搞到这么不自由的话 你 好像在无了期 去隔离这个社会 这个经济拉不上 但问题 你看看台湾这个 举世称赞的模式 自由民主 非常之理性的一个所谓防疫政策 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你整个经济将会被把乱了 上班就没心思 是吧 可能你服务一工的时候 可能全部人都染疫了 很多的问题也都解决不了 现在就说 医院 退来退去 本来就是有急症就收 现在就好了 只是收了一些重症就来 就是有问题的人 越吞越长 很多时就大家有就算你有的确实 甚至有问题的话 你继续回家 回家你就跟全家 一起 染来染去 经济 社会 什么时候可以平稳 都不再引伸下去了 大家可以明白 从台湾那里看到 这个世界没有意外 这个世界如果你不认真去执行 理性的国际警察 你不会开心 美国死百多万人 美国其实很冷决 大家看到这些新闻 他们的 所谓的停尸间 包带棚 甚至有很多东西 他们不会报道 他们不会拍照 但问题一直是这样发生 用这些方法去掩饰自己 现在 就来到质言我们的动态清零 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都应该要认识一下 看新闻 希望也要全面一点